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行机场学李小璐半裤可下一秒不小心破了弓 杨敏儿时演戏片段曝光提醒病人要休息神态猛化了 进染令后 陆寒大张尾外还有多少人染回了黑发 最近最热的电视剧可不能少了欢乐松二 刘涛在第二部里化身温婉小女人的转型也是一大看点 被小包总撩了这么久 可别忘了任安迪还有那个霸道总工人士二位再欢了送礼 事业上最成功的就是刘涛扮演的安迪了 华尔街回来的投资精英一回来就任首席财政官的至高职位 系里的刘涛可谓是爱情面包双手紧握跟机稳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现实中的刘涛6000万的投资竟然成了水漂 当初刘涛在乐视最艰难的时候投资了乐视 当时的乐视风生水起 避冷融资估值涨了70亿 可是谁又知道2017的乐视也是遭遇谁腻 没了亚冠版权 没了中超版权 广告和会员收入更是微薄 在这种情况下 转播权费用却高达十几亿 可以说是连连受作了 那么刘涛的投资呢 据说当时刘涛5000万给了乐视体育 1000万给了乐视营业 而这些钱早被拿去补强了 刘涛这6000万 估计也是没剩下多少了 和大水跳没什么区别了 综艺一姐贾云新女士最近又在公众面前了 现在的娱乐圈除了杨幂的机场look 另一个看点就是小田仙了 这次田仙跟着妈妈李小璐出现在了南京机场 下了飞机后 咱新爷拉着妈妈的手 两人都身穿一身黑衣 田仙还和妈妈李小璐戴着同款猫儿边框眼镜 可以说是非常时尚了 分分钟引领沙儿下装潮流 在之前和妈妈的机场look中 李小璐终于也放弃淘宝风 也让咱新爷一下跃身时尚圈 在路透的一组照片中 本来咱新爷还是和妈妈一样各种半裤高冷 但是没被拍几张就圆形毕露 一下子给破功了 开始各种欢托 连走路都不好好走了 不少网友表示 好好的娃 就被他爸夹奶量给带片画风了 就不能好好当个安静的小工具了吗 还有网友说 这才是新爷 我就是我 颜色不一样的 放飞自我 还记得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杨幂小时候的视频吗 视频里认真讲故事的小秘密 那个小乃英不知道萌化了多少人 甚至大秘密最后也跟着转发了视频 这一下又是成千上万的圈粉 最近微博上又有大秘密小时候演戏的片段曝光了 让咱们一起在被杨幂小时候的小乃英融化吧 视频中小杨幂扎着双马尾变 眼睛大大的实力猛 在这个剧里 杨幂演的是一个得绝症的病人 照顾刚进医院的病友 又是帮着摇床 又是嘱咐吃药 又是逗着病友开心 还真像个小大夫一样 尤其是提醒病人要休息的时候 关切的神态简直萌化了 再加上没有门牙的嘴 又是喜感十足 更重要的是 杨幂出道首唱 很有可能是在这个片子中 在视频快结束的时候 杨幂给大家唱了一段笑红帽 没想到儿歌唱起来 小蜜蜜不仅没跑掉 而且声音也是 耐声耐气的秘词好听 在最近一期的高能少年团里 除了王大陆的大嘴 又一次被人拿出来冰顿之外 全程被后期披上红色瓢虫的 蒋瑶佳也成了热门 不明所有的网友们 在看了节目之后 才明白 原来总局又有一个 进染令出来了 随着各类综艺节目的越来越多 观众也包含了不少小朋友们 而经常打扮夸张的明星们的造型 也成了不少小朋友的学习对象 为了不让节目带坏小朋友 总局发话了 上节目不能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 但是之前的节目已经录了 所以在高能少年团里 也只能靠后期 把蒋瑶佳的一头粉发给披住了 这一下令那几个头发 常年不见黑的主 也就乖乖地染回了黑色 一直走西线吹路线的大战维 也被湖南广地局给盯上了 点名说到其发色问题 放浪不及的大老师 也是非常乖巧 轻化地将头发给染回来了 而大老师的好兄弟陆寒 一直都是黄色头发 这次进染令 也是让咱们跑子 乖乖把黄发染了黑回来 不过不管什么颜色 陆寒的颜值 那可是一直在线呢 除了这两典型的 还有你离学学风风 还有被抓典型的 李旦都要黑黑黑 另外极限挑战 新一季也即将来袭 一向发色飘忽不定的小猪 不知道在录好的节目中 要被批成什么样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